国际是聚焦在昨天大家都很关注的习部会上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于19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接见了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双方在会议的画面曝光之后 就很多的媒体都在讨论 这一次的座位安排上面似乎是很有玄机 可以看到会议桌他们是以一个摸字形来安排 习近平他并没有按照过往的惯例 是和布林肯这个类层级的官员是左右的对坐 反而是独坐在横排的中央主席位 左右两排才是他们的美中官员 则以布林肯和王毅为首来分为座 与以往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 对此外媒《华盛顿邮报》就分析了 其实北京政府他们精心设计这一次布林肯他的到访 而且设计的范围是每一个范围跟细节 还有步骤都是特别设计过的 其中和布林肯到访北京的时候 他当时下机的时候不仅是没有红毯来接机 也没有铺红毯也没有依循外交礼仪 是由外交部的副部长来接机 而和习近平的会晤也就刚刚提到 是在前一刻才是对外的来公开 重点是在座位上的安排 也是被《华盛顿邮报》认为 北京政府是刻意的以一个以上对下的方式来借机羞辱 美方五年来到访北京的一个最高层级的外交官 那么就来比对一下 如果是依照北京政府过往的一个惯例 一般在会见中通常可以看到 是会以一个沙发椅以圆弧形的一个排放 把习近平和来宾访客中位阶最高的人 会和习近平是位列最前端的两个沙发 那么可以看到就好比16号不久之前才刚刚到的 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 当时就像这样子他和习近平是并肩而坐 包括在2018年到访大陆的前国务卿 蓬佩奥他也是这样子的座位 左右对坐而且是肩并肩的坐 那么双方的官员则是在左右两边 所以就有别于以往的这个安排方式 现在就被外媒分析 北京政府是刻意以上对下的方式这个姿态 来接见布林肯 不过其实在中方的媒体 新华社的报道里面 同样也是针对会场上的一些细节来报道 新华社的点出 现在正是一个荷花盛开的时节 那么可以看到摆放在正中间 这个盛开的荷花 其实就是取荷花的荷和和平的荷 也为合作的荷的一个谐音 代表大陆现在其实是很期待 美中两国可以和平共处 可以合作共赢 那么这场睽違近五年再有美国的国务卿来到访 其实正值美中的关系其实很紧绷 尽管布林肯他是三位的高官 都是一连见到 包括了习近平还有大陆的外交部长秦刚 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的主任王毅 但是其实双方在分析点上 是不是真的有实质还有具体的进展 又是一个问号 像是在和秦刚两个人是将近七个半小时的双边会谈中 尽管他们都是表明希望可以稳定关系 同意是可以保持一个高层的联系 但是其实在重要的台湾问题 还有贸易人权问题上 似乎都没有取得一个具体实质上的进展 那么大陆外交部的声明中 秦刚他就提到了 美中关系现在是处在一个建交以来的最低谷 希望美方是要秉持一个客观性的对华认知 和中方才可以相向而行 那么和王毅的对话中 王毅他说的话又更重 他说台湾问题 中国是没有退让的一个余地 要求美方他们要明确的表态是反对台独的 那么确实其实布林肯他在离开大陆的一个记者会上 他也重申了 他当时就说美国的一中政策其实没有改变 美方也是不支持台独 不过尽管如此 在锻炼依旧的一个军事对话上 从去年锻炼到现在 那么北京方面依旧是没有同意这项进程 也就是双方的军事对话并没有重启 在这个访谈之后 那布林肯他在会见完习近平之后的记者会上 他也坦言大陆现在是拒绝重启 军事沟通 先来听他的说法 我认为它是完全重要的 我们有这类型的训练 军事沟通 这种优势我认为 我认为只有 约约事沟通 我们在海上和海上 在这个时刻 中国没有认识到那里 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必须继续努力 尽管在布林肯访问之后 双边的军事对话还是没有充气 不过在气候问题上 美国的气候特使凯瑞他证实 现在已经获得大陆的邀请 近期内就会来访问中国 那么凯瑞他提到 美中两国是最大的碳排大国 必须要加强合作 才可以解决气候的问题 凯瑞刚刚提到的 美中在气候上的问题 他们的合作其实是不存在任何条件的 那么美国总统拜登 他也相信美中气候谈判 应该是要独立的 和其他方面的合作是分开 那么中方也曾经向他表达 是一个同意这样子的双方立场 那么现在呢 美国是希望两国可以 在气候问题上一起来合作 才可以为其他的问题合作 来开启更多的一个沟通 对话的可能性 那么就在布林肯他访问这个行程 才刚刚结束之后 日本首相岸田温雄他也表示 其实他现在呢 很有意愿是要来访问大陆 他是在出席母校早稻田大学的演讲中 他提到 他说如果有必要通过反复的对话 来建构一个建设性 而且稳定的关系 不过呢 现在这个行程还没有确定 以上是这一节的全球现场 在国家里面中的こそ 会票用一些 以免外面中的 会票用有什么 因为他未经许了 未经许了 会票用 城市 感谢观看